大家好,我是喵妈 今天要再种一点葱 这一次我买了两袋的葱头种枝 这一个是黄葱头 先把它倒出来 要把它分成一粒一粒的再拿去种 葱头种下去之后发磕很快的 整个种的话到时候会太密了 所以我都是把它分开一粒一粒再种 这一次我还买了一包红葱头 一般红葱头的苗会长得比黄葱头的苗更绿更壮 但是不知道它的香味有没有黄葱头香 到时候种好了对比一下 看看,这几盆就是7月份的时候用黄葱头种的 香味还是很正的,而且长得不错 所以葱头种枝我有在橱窗里面上了链接的 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拍 但是现在的葱头种枝就没有7月份的那么漂亮了 看看,有个别坏掉的 所以建议的朋友就不要去拍 这一次的葱我会把它跟这些莴笋 还有生菜套种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把有限的空间完全都利用起来了 第一个先种黄葱头 黄葱头我就让它跟这些莴笋套种在一起 葱是喜欢稍微阴凉一点的环境 而且它完全不占空间 所以也不会影响到莴笋的生长的 看看,上一季的莴笋里面我也套种了葱 长得非常好 甚至比我单独用盆子种的那三盆 长得更漂亮 葱头刚好就种在两行莴笋之间 把中间这个空白处完全都利用起来了 我大概是隔8公分种一棵 这样子不会太密 就不会影响到莴笋生长了 这些葱头都是已经发芽了的 所以会长得超级快 估计种下去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摘了 种完了黄葱头 再来种红葱头 红葱头就跟生菜套种在一起 葱头种下去之后发颗超级快 会越长越大颗的 所以等它长到比较大颗的时候 我会边长边给它剑掉一些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生菜跟莴笋的生长了 其实生菜、莴笋、油麦菜这些地里面 除了可以套种葱之外 还可以套种蒜苗跟芹菜 特别是像芹菜 它是喜欢比较阴凉潮湿一点的环境的 如果跟这些菜套种在一起 它会长得更嫩 而且长得更加茂盛 吃起来的口感也会好很多的 种好了之后 全部给它用水枪浇一遍水 葱非常好种的 特别是套种的葱 基本都不需要去打理的 很快就会长起来 到时候吃都吃不完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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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